Hello everybody,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北國際攝影器的影像應用大展 到底可以看到哪些東西呢?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我要來順時鐘看展 超多東西 其實展場還蠻小的 沒有什麼東西 就走十步就走完了 超小 走完整個展場之後 我覺得90%以上全部都是影音的器材展覽 那拍照的部分可能只有Canon、Sony、Nikon三間而已 那其他全部都是攝影機啊 或者是什麼錄音設備、Podcast、直播之類的器材 那今天收穫最大可能就是看到Aputure 600D 那600D是我第一次看到本體 還有看到Aputure的LED燈管 雖然這還是工程測試機 但是你可以摸到實體 而且這還是未上市、未公開的一些產品 真的還蠻帥的 當然還有去看一些新的攝影機 像是Red Komodo 那它的觸控螢幕其實非常靈敏 比之前的Red都還要靈敏太多了 那你終於看到了Blackmagic的12K攝影機 真的是 WOW 12K的影像 我覺得這整個攝影器材展根本就不是展場 這根本就是一個賣場 很多攤位的賣場 那每一個攤位幾乎都是九折起跳 幾乎啦90%都是九折起跳 所以想買東西的就可以去看看這個攝影器材展 反正它是免費參觀 還不趕快去一波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攝影日常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攝影相關的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日常的影片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